原来一条充电线可以烧掉一整个家 今天几天我闺蜜一充电妈妈她两天给我 她跟我说她的48天起货 那时候我也非常的紧张 问了她的起货原因 然后她跟我说她的整个房间全部被烧得起 现场有一片慌乱 监听哥在现场发现原来起货燃烧的原因就是一条充电线 其实这件事情也完全震惊到我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原来一条充电线是可以直接烧掉一整个 自己辛辛苦苦心的好几年的公司 哇这件事情也是大大的警惕了我 那一天刚好要去修手机一位跟修手机店的老板 特别于学问的这件事情 我问她说为什么充电线会自己起火燃烧 她跟我说其实一般的用地摊的便宜 或者豆腐头跟充电线 其实他们的电压跟线 电流都是非常不稳的 如果遇到电压不稳 输出不稳的话是会有起火燃烧的情况 那那时候其实我闺蜜真的蛮幸运的 那天刚好不是她的工休日 是她的营业日 所以员工一到现场的时候已经烟雾弥漫 她赶紧打救火队 然后还有那就灭火器 赶快进去那边救火 所以幸好不是整家店都烧掉 那天也没有任何人的伤亡 只是把她的一间房间整个烧的屋漆骂黑的 但是这件事情也是真的整体 我平常也是一个不喜欢剪皮疑的人 就不管是买任何东西啊 3C产品还是衣服也好 生活的必需品也好 因为我总觉得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不是说皮疑的东西就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一定有它的区别 像是衣服不可能穿出什么危险 顶多就是材质不好可能引起过敏 但是像是3C这种东西 我自己也是特别注意 因为毕竟是电跟手机的问题 手机一打也是好几万块 那随随便便可能一条线 手机有可能会耍坏 在这里呼吁大家 像是这种3C产品的充电线豆腐头 大家都尽量去选择原厂生活 或者是至少不要买这么便宜的线 网友们说有原厂认证的 还是比较有把关保障 谢谢分享让我更警惕 调与小石的重心 调大 bac 多不少 鲁 关 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